雷虎小组平日主要负责空军官校学员的训练工作 有退休飞官强调 雷虎小组是军民双向交流的桥梁 同时也是空军精实战绩的最佳体现 但是要如何保障表演飞官的安全 更是重要课题 空军雷虎小组以七机编程的大宴队形 搭配象征国旗的胜利采烟 高速通过观礼台 向贵宾表达崇高的敬意 成为今年国庆表演的高潮 其实雷虎小组不只在大节日中拨命演出 平日主要负责飞官的飞行训练工作 雷虎小组的成员 平常时间都是在肩负一些教育训练的工作 也就是在空军官校 最主要是带飞这些空军的这些飞行员 成军超过一甲子的雷虎小组 1988年改由空军官校战斗组教官 接替特技表演任务 并且转换成自制的AT-3自强号教练机 有退休飞官强调 这是事故中 教官奋力将飞机拿到田地中坠毁 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如果说飞机任何发生状况 我们都一定以人民 或者是以学生的安全为考量 所以他往前飞一段 措施了正常可以弹射 跳伞的知识跟状态 所以其实他是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学者认为这批教练机 使用至今20多年 做博命演出 有如中古车当法拉利使用 应该要做适度的淘汰及更换 所以AT-3本身其实是蛮可靠 但是他你在怎么可靠的东西 他已经这么老了 不知道应该还没有决定 根据统计AT-3教练机 24年来发生过13次大小事故 雷武小组是军民双向交流的桥梁 也是空军金石战绩的最佳体现 如何保障表演飞官的安全 也是重要课题 记者陈嘉欣 英国皇台北报导 明镬达的专业 版本